而且最重要的应该是勇气跟魄力 我是不断地在推动改革的人 譬如说我推动删除年终维稳金 那是千万人无王仪的工作 我去推动 我也是全台湾第一个去拿到证据 去证明 去证明我们竟然特征组是在违法检听 特他60亿的检听票 是我们把它找出来的 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找到证据 然后风起云涌带动了一波的改革 我甚至于改革了一个民生的问题 大家不知道 我们每一年被国家被政府 给我们多拿了 从我们的口袋多罚了36亿到43亿的罚款 不应该要有的罚款 就被我改掉的 改成质纳金的概念 一般就是只罚到30% 最多最多最严重的罚到50% 但是绝对不会是罚倍 绝对不会是罚加倍 不能这样一直下去 这么个天花板 对 所以不断地推动改革 那种改革的魄力 我也觉得花妈做完换馆吗 是合理的 所以你觉得最贴近花妈的 好 尤其你的这个 当然我们刚刚看到 因为里头你算最资深 所以你看你历经了这个 其实台湾民主改革的整个风起云涌的年代 好 那既然呢 这个政治生命也跟高雄这么的结缘 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考考很简单的地图了 好 这地图其实很简单 我现在给你这三块 然后呢 你就把它贴在你觉得对的位置 比如说这是哪里 在哪里 这样贴出来 第一个是 岗山 岗山 对 岗山是高雄市临近行政区最多的一个区 它的临近有八个行政区 是耶 所以它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它是全高雄市人口最年轻的地方 然后工业区 在它的周边的工业区相当地多 所以一个科技青年城 应该要好好的规划 岗山 应该要好好的规划 那这里呢 这是古山 这是古山 古山是充满了历史 充满了历史 那古山严城 这一带 其实是整个高雄港的历史风貌 非常需要保存的地方 而且它非常适合 把现有的文化资产 做非常好的修复之后 让它变成是亚洲文创戏骨 果真是文化局长 那这个就剩最后一个答案了 这是小港 小港 小港 它担负了台湾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责任 因为工业区在这里 所以小港的居民 我们的大林浦的六里相当地辛苦 所以大林浦千春的问题 还有我们整个产业如何转型的问题 会非常的重要 好 看起来非常的了解 可接下来呢 要贴出正确的古地名了 虽然这个地名 现在的区域都知道 来 古地名 这个比较难考 阿公殿也是钢山 OK 钢山有一群文化界跟企业界的人士 还有医界的人士 他们有办了一个阿公殿文学奖 非常非常好的 好像是清朝时候 那边说西边有一个阿公 在那边盖了一个茅屋是不是 给那个旅人 然后后来就 这个传说很美 所以这样有个正义 阿公殿西流域 阿公殿 是 大家对阿公殿 整个流域的感情非常的深 那最近这几年也整治得很好 但是它可以有更多的 文化跟美学的导入去发展它 OK 这个呢 古地名 打狗山是在古山 是在古山 那就贴在这边 打狗山 我大概知道 以前因为高雄叫打狗 从这边开始发展 它靠是竹子的意思 OK 好 就是古山 然后刚刚是小港 它最早的地名 那刚就是边缘的意思 就是刚编的意思 刚编的意思 所以刚刚刚刚是小港的古地名 哇 厉害喔 这个古地名不但都答对 而且还会解释 果然是这个文化局长 来 请回座 好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管碧林 从小他其实支持非常的优异 他很会读书 然后又很能言善道 在学校就是一个风云人物 那以前在那个只能有国民党的时代 他更是被国民党刻意栽培的人才 也就是